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是2023年 3月30日 今天是星期四 昨天 其實我們下午 或者是晚上時分 香港爆出 又一個富豪爆煲 而這個 就是近幾年 在香港 聲明著起的 陳洪天 這個其實是 叫做深圳的長期集團 他是一個 叫做內地富豪 突然間 2016年一炮而紅 當時 據說用了45億 買入紅磡 紅亂道18號 這個 A座和B座的寫字樓 消息 震撼香港的地產界 其實他應該是買了一座 因為他旁邊那一棟是中仁壽 他買了另外一棟 中仁壽那棟是50多億 他那棟是40多億 赤價 也不便宜 當時要16000元赤 由於地產市道不景 商下跌倒 豪宅也跌倒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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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可以說是輸獲金 現在 變成銀主盤 被恆生銀行打了一把 恆生委託羅兵涵永道 當接管人接收了這個東西 其實大陸富豪爆煲也不是現在的事 其實倫敦也有一架 叫做Royal Elberto 這架東西其實也是由大陸富豪說要買 要怎麼建設 最終 起了十幾座商下 就爛了沒有 發展不下去 我們曾經也看過這個地盤 最終 也是被恆生銀行 接管了部分的這個物業 恆生好像是專門做這些 打把貨 當時 我們去看看 Wireal Elberto 也看到 他只剩下13座商下 其他全部都還沒有建 我們說回香港 這次羅兵涵永道做這個接管人 其實 我們想跟大家說說 總共有幾個物業 包括 東半山澳船 即是司徒拔道 太古那塊 以前由大班屋改建的 一座打斜的 山頂哥富山道大屋 哥富山道比較值錢 當時他買回來的價錢 是22億多 澳船是3億多買回來的 反而澳船升值 但是哥富山道就有機會貶值 而輸得最近的估計 應該是他的那棟商下 因為紅磡 已經不可以叫甲級商下 他是一棟玻璃幕牆的大廈 但是 由於位置 沒有辦法落到大租客 所以 在市道好的時候 中資搶位 到了現在退潮 中資也沒有錢 誰跟你接呢 估計那裡洩一半也不止 最終 三項物業 在七至八年間買入 當時買入價差不多接近70億 現在估值 人們說是大約40億左右 稍後跟大家估計吧 市場流出了一張接管長期中心的通告 洪亂到18號長期中心A座和B座的甲級商下 連同 155個車位 8個電單車位 一籃子抵押資產 將被 接管 任接管銀行是恆生 而負責接管程序的安排是 羅兵涵永道 蘇文俊和莊日傑 資料顯示這兩個是會計私留的合科人 過去 多次進行貴重物業的接管工作 先說一下陳鴻天 他是深圳長期集團的董事長 也是深圳童心俱樂部的老闆 他主要在深圳搞房地產 不過 最出名的 不是深圳 原來 是下來香港掃物業 他 首先15年的時候 就用3億8700萬 向太古地產買入澳船五樓全層 連5號車位 當時是為了7萬5元呎 因為單位面積是 5100多呎 7萬5元 當時 價錢現在還升值 因為澳船始終是司徒拔道 陳鴻天 在16年6月份 就用21億 車價22萬 22萬8向裝飾機構買入高富山道15號的物業 地盤面積有 1800呎 當時已經破了紀錄 然後在同年的7月 他用45億向惠德鋒買入 Wenharbord Gate 這個傳動的 東座雙下作為集團總部 赤價16,071元 改名為長期中心 17年7月 他買到倫敦 用4億1000萬英鎊 向布魯克菲爾德 資產管理買入 在金絲鳥碼頭的 Canada Square 20號的大樓 樓面面積75萬呎 這座樓總共是16層高 70多萬呎 41億就不用10000呎 當然倫敦當然沒有香港那麼貴 他改名為倫敦長期中心 同年12月 他載以2億7千萬磅 向薩伊德控股 買入在金絲鳥碼頭的商下 5號 Chilcher Place 優吉義中心 然後 他在18年做13屆全國政協委員 結果 紙包不住火 他總共買了過百億的物業 現在 全部被打靶 包括 在倫敦金絲長碼頭那兩棟 Canada Square 和Chilcher Place 都是被人家打靶 現在都被恆生接管了 我們想跟大家說 其實內地很多這類富豪突然爆起 他們 其實大部分都是依靠融資 依靠借的 每樣東西都是依靠借 依靠安 現在 結果因為市道不好 尤其是寫字樓 首當其衝 寫字樓倒架 倒架 大家知道 全部都是work from home的 現在歌富山到15日 買入之後 曾經他要求向發展商 提早成交 樓價也減了7000萬 當時有人問了 你是不是要急於 拿層樓去抵押 當時回應傳媒 他說 融資很正常 有哪棟大廈沒有抵押 抵押其實全部都是很正常的 問題就是 他們 基本上他們抵押 在大陸的物業 在大陸的公司 每個都抵押 同一塊錢 同一塊物業 去抵押幾家銀行 所以一包包就出事了 因為當時大陸的監管沒有那麼嚴重 當然香港的情況 不輪到他這樣做 結果 他就是買大了 現在銀行的估值 估不回 寫字樓跌了一半左右 至於他那兩棟 是哥富山道 15號的位置 是否賣到25億呢 估計25億 實際上是賣不到25億 因為 根本不會有人跟他買 當然他在澳船那裏 反而銀碼小一點 相對幾億就容易出手一點 你那個屋地 你找對手也不是那麼容易 哥富山道 最重要是什麼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他的商下 三座商下計算過百億 45億買了那幢 紅聯道18號 然後2億7千磅 4億1千磅就買倫敦 那裏加起來 當時的價錢 連同匯率 現在那些價錢 跌了一半 你是不是要補貨幣呢 銀行是不是要叫你貨幣呢 一叫就不成功 一叫就全部中了連環叫 所以在香港的物業 全部打靶 其實大陸的發展商通常都是這樣 借到爆了 你看到恆大 你看到這個碧桂園 你看到所有的 大陸發展商 除了國企那幾家 中國海外的那些 也有中共射住 也有阿爺射住 大部分 那些發展商都是借到爆了 每間借爆廠 每間借不抵債 所以 他們是賭什麼呢 他們賭的市場 將來還是要 急升 連續幾年升上去 他們就過關了 當市一回 他們立即搞不定 現金樓立即出現問題 好 何況市不是回幾年 是倒價 直接沒有人買 一個封城 堆壞了全國的地產 所以 你想想 香港的寫字樓跌得很厲害 而且 這次這個連環爆補 可以說 我覺得他會揭開 整個市場 倒價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 揭開寫字樓和豪渣市場 因為香港 還有大量的 這些大陸衝大頭鬼的富豪 實際上沒有那麼多錢 全部都是靠借 靠按的 他的資產 東又按一塊 西又按一塊 聲稱 在香港有那麼多資產 不斷掃 其實 目的 是想 告訴大陸的人 我很有錢的 你們放心跟我做生意 放心放錢在我那裏 實際上 應該都在大陸圈了不少錢 估計他這次爆補 上面的洞可能會更加大 現在 倫敦這兩棟東西 我估計都會拿出來市場拍的 我估計都會拿出來市場拍的 其實 都很嚴重 你看到他不只是他 最近出事有很多個 例如高銀 潘蘇通 全部爆補在香港拿的東西 在香港拿的物業 高銀也被人打把 所以 這些大陸富豪 其實 表面風光 實際上 很多都是衝大頭鬼 而且他們的房子 出了名不是按一間的 是按幾間的 所以一打在巴上來 其實也挺嚴重的 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都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裡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和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誠偉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